我當然愚蠢 之前有一段時間 很流行說吃人血饅頭 我在想 每個人都說可以吃人血饅頭 為何沒有人嘗試做人血饅頭 不如我嘗試吧 這裏成立其實是由很多原因交織而成的 早年社會環境不好 加上疫情之後 其實我有些求助 或者是有些人希望我幫助他們 找一些飯卷 或者是幫忙轉介一些工作 法國第一個資源消耗得很厲害 其實你真的很杯水車身 你就要想怎樣去找資源回來 你其中找一個資源回來的方法 就是你創造收入 扶湯道火夫婦在2019年被控暴動罪 2020年7月獲判無罪 他們一直以來 密密都跟同路人聯絡 希望可以幫忙 但發現一直只是單方面的消錢 難以維持下去 慢慢地 他們就開始有搞生意的念頭 希望可以提供互助平台 讓同路人有更多不同的工作機會 還有合作和寄賣產品 可以互相照顧 我又不覺得所謂我們這些人 是有一個叫光環 你們什麼顏色 大家都在同一個市場裡面分成一塊餅 我們始終是要面對著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做到一個保護罩 給一班人 令到他們不再去面對這個世界 就好像躲在一個樹洞 這幾樣東西是很不健康的發展 自己創造到自己的機會 最好甚至去到最後 是可以飛的 就這樣說信念 好像很好 但他們想了很久 都不知應該怎樣去實行 直至一次偶然去了本地 一個農夫家吃飯 父湯就想到生意的初刑 這個地方啟發了我去怎樣 正式落實我家公司 裡面整個運作 我今天來這裡是因為 今天是他們的出賽日 我們公司就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 就幫他們拿菜 就由這個地方送到我們上環的公司 其實這個地方 六月就開始會被政府收地 會沒有了 所以今天就進來這裡 就探一下他們 歐太 你好 你好 現在是炆紅菜頭 炆紅菜頭 你可以先吃了醃 用粉湯 頭就可以慢慢吃 但如果你冷下雪塊 就可以保持 射雪兩個月 是嗎 我叫客人買 因為內地才有農業 香港沒有農業 給農夫種東西 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支援人 所以種田是多麼辛苦 其實韓韓都辛苦 但你辛苦在哪裏 是不是 不是 你是很瑣碎 很多工夫 多年差不多了 今天很多人 好 我們都市人的 向你 首先 地出來的資源 是源源不絕 首先如果你不去 搞它的說話 其實它不斷地 一年四季 它都不斷地生產 一些糧食 貨源上面 正常就不會缺了 探完農夫 和農地之後 他們就決定 著手成立本土野 主打本地的農作物 和加工的農產品 請員工自給自足之餘 還想回饋香港的土地 本土野成立的 最主要的精神就是 我們由大地種植一些東西出來 之後我們將那些東西 拿來加工 和拿來售賣 變成我們的利潤 最後我是將這塊錢 去給予一個友善的價錢 給農夫 讓他們又可以 用一個友善種植方法 對待我們的土地 我覺得這一個 才是所謂的經濟圈 其實對我們香港 和香港人 都是一個很健康的法治 我們經常會很激烈地 討論我們本土究竟是一個精神 是裡面的一些制度 一些人的相處 還是我們這個地方 產生出來的所謂經濟效益 真的很虛 但我現在做的 是實實在在 我會摸得到土地 土地出得到一個很實質的東西給我 是你會見到 你會吃到 你會感受得到它的味道 真正正地是摸到 我們的所謂本土 它出來的東西 所以整件事就踏實得多了 下次再見 除了農作物 他們又會找夥伴合作 希望有需要的同老人 有平台可以做下生意仔 又會請很難打全職工的 受審司打理這個平台 一般回來之後 就會將所有東西交給兩個賣菜師 他們點貨 分貨 再叫一些客人過來 約一些客人上來 這些全部都是他做的 從你進來 可能是一些合作的夥伴 不一定是來這裡收我薪工的人 可能你是另一個投資者 想和我們公司合作 在裏面 大家是找一個方向 去自己做 這個才有機會 給一些人去上游 大部分我們現在 一起工作的人 都是曾經被捕 或者是會受審 或者是受審願的人士為主 我現在暫時還是一個發起人 一個互相協調的人 我自己本職都是要做健身教練 其實賣東西都挺煩的 又瑣碎又濕聲 我是偏向快點交道給別人 你們去做 我回不了全職 因為情緒問題 我一向都有工作 我要回去 我就可以隨時回去 但是對我來說 壓力太大了 剛好Henry就叫我過來上班 挺好 一個星期多 一半幾天 對我來說是舒服的 比較輕鬆一點 還有自由一點 要面對自己日後已經很辛苦 我們叫他們老公老婆 老公老婆都很疼我們 同事又容易相處 所以在這邊玩得開心 他就是會放手給你做 他就是希望我們每個人 去試食氣力 你收拾完了嗎 你收拾完了嗎 你快死了 那我幫你吧 可能我們拋個命出來 我們說 我們是哪一宗個案子 就會有人給你錢 我就是不喜歡這樣 真的所有事情都在說 是半套半套半套 是 因為這件事已經慢慢融入了你的圈子 我希望香港更加多這些半套製作 我的訴求就是上班 我希望我可以星期一回到星期日 都在這裡賣點菜 都賣了十幾次 其實不方便 我不是住附近 當然是想吃本土的菜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我覺得比較好吃 感覺好像會比較安全 會比較適合適的食樂圖 支持本地的食物 短短三個月 雖然已經有些後悲 還有些餐廳邀請他們一起合作 不過公司還未達到收支平衡 店舖的租金 仍是由夫婦兩個一起承擔 現在已經虧了五位數字 夫婦覺得雖然經營不容易 但這是一個很開始 做這件事最大的挑戰的難度 就是氣候和地去選擇給你 而不是你去選擇要什麼 我現在飯都未必有得開 你怎樣要我再去買你這麼貴的菜 是很多人持這個意見 有一班人是明知這些東西貴 他都會去支持 就是因為他知道當你支持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價格就會下降 最大的困難就是 他們對我們自己香港本土這個地方 出產的東西沒有一個優越感 他們去日本超級市場 看著那個價錢買的東西 是沒有東西的 很OK的 為什麼我本地的產品出來 你會覺得貴 我們本土出產的所有產品 是一點都不會輸蝕在外來入口的 這個是都想改變的東西 希望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可以將本土產品 這件事優越化它 在人的心目中 之後他自不然會願意 給一個好的價錢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當可以做到一個大量生產模式 我們就可以照顧弱細社群 一個夢想去做 我知道很困難 有機會很快會沒有這個生意模式 我希望趁著這一次 這樣有個傻佬去做這件事 可能有一些人 是用一個更好的生意模式 去推這件事 我可以失敗的 當我支付不來的時候 撿了我 但是將這粒種子散了出去之後 有機會有第二個 比我更加厲害的人 他是可以做得比我更加好的 那其實這件事我已經很足夠 拜拜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